主席我想請部長還有那兩位組長 好 部長 那個周組長 那個沈組長 一起 那個 欸 那個 齊委 那個 請這邊那個臉書一下 其實齁 我們今天早上 我們這個案子提出來一直到現在 我想請教部長一件事 因為王院長跟翁院長 大概我們國內有太多的學者專家 不斷地參加 不斷地舉行聲策會的一些研討會 那總共時間大概花了幾年 您知道嗎 我不知道 花了幾年我不知道 那個組長知道 兩位組長知道嗎 那個局長知道嗎 大概有幾年 那個生計薪料條例制定那時候就開始在灌營 之前就開始了 好 從2001年一直開始一直到現在 我這邊有幾篇報導 其實我今天看到早上那個報導的時候 我心裡蠻難過的 因為生計科技這一部分 到底能夠創造多少產值 你工業級算過了沒有 有 我們產值2800億左右 2800億 這裡有一份資料 他怎麼寫呢 包括翁院長 包括生計科技的張友德 蘇淮仁 這兩位也可以說是我們生物科技最專門的這個學者專家 他希望能夠為台灣下一個造元的產業 能夠把它打開 那我剛才做了一個比較 包括行政院的版本 包括廖委員提出來的版本 以及我們幾次開會 大家拿出來的結論 我請教部長 我們怎麼在條文當中做一個修改 而能不增加健保的支出 然後能夠讓我們這個造元的產業 能夠起飛 請教部長 照你們的版本 以及照廖國動委員的版本 怎麼樣做這個文字上的修正 能夠有這樣子的一個產業產生 其實 基本上 經濟部基於產業輔導的一個立場 我們希望把這個我們定的 這邊鼓勵獎勵的對象 要能夠真正的使用 要清楚的選嘛 對不對 要能真正的使用 但是我們也不暫時說 因為定了以後造成其他部會 來引據發生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我也在想 剛才那個組長 這位組長是哪一位組長 他剛才已經做答覆 衛生署認為是說 在審查上沒有問題 這樣做是可以 今天本席 為什麼一直要衛生署的人出來 到今天沒有任何一個代表來開會 就算你健保局 也有健保局的局長 也有副局長 你今天作為一個組長 你內容看過了沒有 我請問你沈組長 你沒有看過條文 就對記者做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發表嗎 對不起 因為是昨天記者用電話 所以你沒有看條文 他說會要求重憂合價 是這種假設的情況下 你對假設的議題 就做一個答覆是不是 所以我想像這樣子的一個官員 我們認為說這個直接影響到 我們生物科技的發展 部長你覺得這個條文要不要修改 你行政院的版本都過來了 是 那剛才這個健保也是健保局嗎 另外一位是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 食品藥物管理 你在整個的條文 你看過的條文沒有 請問你 有看過 會影響整個健保局的支出嗎 因為健保局這邊支出 可能是要由健保局 因為我們是食品藥物管理局 是以藥物管理的這個角度來看 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健保支出那個部分 我可能還是需要健保局這邊來回覆 對 那請健保局來說明 沈主長你認為如果照這個條文 或者是我們要提升的話 會有這些文字會影響健保局的支出嗎 報告委員 如果這個文字 你不要講如果 我們現在講如果跟結論 就是講文字跟結論 如果沒有提到健保盒價 跟健保盒價是脫鉤的話 是脫鉤嗎 並不會影響到健保的支出 所以 部長 這也是你們行政院的版本 只是你們行政院正好 被把它擺在行政院 在院會裡面 在呼籲期 對 我們行政版本這裡有 對 我們都看到了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 我想 這個 我替這個 這個健保局 我聽她說明一下 我聽她的講法 基本上她 是記者問她 她不知道是修改哪一個法 她以為是要修改 我想一個政府的官員 在不知道要修改什麼條文的時候 所以跟我們這個其實不是那個 所謂健保盒價的 根本是兩件事嘛 對不對 對 所以我想像這樣子的一個官員 我們覺得 我們很不可思議 我們還是希望 因為我們這個會期要開會的時間也並不多 那本來我比較擔心說行政院的版本沒有辦法進來 剛才我也請教了主秘 我們可以用修正東西進來 我們希望等一下我們能不能夠就一些條文 文字上 第一個不影響健保的支出 第二個能夠讓我們的生物科技真的蓬勃發展 讓我們台灣第一個擺造的 上造的一個產業啊 能夠齊步走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許多的學者專家從2001年 包括王院長翁院長許多的學者 每一年都開會開生抽會一直開會一直開會 一直到現在 所以我們希望包括我們翁院長 他一直是我們多糖類 那個的在全世界非常出名的一個專家 我們希望這些比較好的一些東西 未來能夠真正的在我們醫療體系當中 發揮我們的功能 我想這個是有必要的一些產業 所以部長我們等一下休息的時候 我請你把這些文字我們再做一個討論 好我們希望說我們能夠一方面 不影響健保的支出 另外一方面也能夠讓我們的生物科技 真的走上我們台灣 另一個產業最重要的一個起點好不好 好以上謝謝 我們等一下來檢查一遍